邀请我们大家参加他的《名侦探训练游》 想上去 想 我们要去了 首先要进行入屏测试 你敢不敢挑战一下 敢 我拿了一只粉笔棒 请你猜一猜 粉笔在我的哪只手里 你猜 在左手里 你觉得在左手 你说 右手 右手 你说 两个手都没有 两个手都没有 你说 右手 右手 那我问你能不能确定 不能 为什么不能 没有线索 没有线索 为什么不能确定 你说 因为老师只有几只手 两只 能在我的左手 也可能在右手 也可能在右手 因为你把一只手张开里面并没有粉笔 那肯定就是在圣局的那只手里有粉笔 对 对 但是他的发言好精彩啊 老师就只有两只手 当我把左手打开没有粉笔 那粉笔一定藏在我的 右手里 真棒 太好了 你们刚才啊 已经学到了柯南要交给你的第一招 就是排除法 当我们排除掉不可能的线索 那么留下的就一定是真相 好了 好了 柯南呢 跟我们到了学校里 不会不 你发现了 一些信心 你先等一等 你发现了一些信心 徐克星 我发现了学校有足球 豪博和电脑兴趣小组 嗯 没有吗 老师呢 每个人只能参加其中一组 哦 只能参加一个信心 还有没有发现 王妃 他们三个人都在一个组 对吗 对 这三个同学说得真好 那我现在要问了 里面有一句话 说 他们 有点两个组 你知道分别是什么意思吗 明哲 每个人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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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组 是吧 那换句话说 就是 两个人不能 在一边 都参加同一个组 那么看到这些信息 你想提什么问题呢 你想提什么问题 嗯 玩一玩 想想在什么兴趣消息 想想在哪个兴趣消息 想想在哪个兴趣消息 想想 李加油 他们三个人分别是两个兴趣消息 同意吗 同意 他们三个人说得真好 我们想知道 他们分别在一个兴趣消息 好 想一遍了 好好想想 你知道 他们分别在那个兴趣消息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他不是这样以为还出发了吗 对 没有 这个是什么 没有线索 没有线索 行 那我给你们一套线索 没有 这个是什么 小小小小 那不喜欢踢足球 不 不 不 那看了这句话 你有什么想法 看 所以啊 小小 他不喜欢踢足球 所以 他就一定不在足球角度 嗯 只能确定他不在足球角度 是吗 是 那能确定他在其他组中 不知道 再来一条好吗 好 嗯 嗯 嗯 能确定吗 不能 还是不能啊 看了这条线索有什么想法 咱们呢 哦 只能确定他 不是 对 那他参加了哪个组 我也不知道 嗯 不知道 是吧 好吧 那我再给你一条学习 嗯 几次说 我喜欢踢足球 现在有想法吗 有 都有啊 好 那请你们啊 有了自己的想法 现在和你小组的同学 把你们的推理 记录在我们的学习单上 可以吗 可以 好 开始教育活动 好 好 对 对 就是 安静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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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哪个组愿意来? 好,那我们先行这个组的同学 来,你们组一起哦 其他的人? 要干? 好 你们组有风波吗? 要 好,那我来当学生啊,请你们开始 对,放在那个上面 稍微往下一眼,让我们看到信息 好的,非常好 好 开始讲 给我们讲,能并尝我们 然后别背对我们 对,非常好 因为其思喜欢航母 他们都是按自己的爱好来分小组的 所以其思是在航母小组 你先指一下 对 其思是在航母小组 好,继续 该谁了? 好,另外一个人 好的 因为 因为陶器 不是电脑小组的 然后呢 他肯定就是 然后模仿了足球小组 然后呢 其思乙就是好吗? 他肯定是足球小组 而笑笑 他不喜欢踢足球 肯定不是足球小组的 所以他肯定就是 然后呢 陶器 和其思乙已经占了足球 和 黄魔论 笑笑肯定是电脑小组的 这个小组同学的推理过手 大家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他们说的非常好 好,谢谢你们几位 他们组用了 连线的方法 好,哪个组组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法 哪个组 哪个组 好,学人喊哪个组 你们来 等会儿说的同学 我有一个提醒 请一个同学来指 屏幕上的表格 一个同学 其他同学来说 好,我来给你们放手 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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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吗 好了 去吧 其思喜欢好模 它就不可能 先解释一下 我们组用了什么方法 好吗 我们组用了列表格的方法 对 横横写的是什么 横横写的是他们的姓名 嗯 数列 数列 数列写的是兴趣小组 嗯 其思喜欢行模 他就不可能再喜欢电脑和足球了 然后你们怎么做的 所以我们就在 所以我们就在 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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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在 在这个 航模 其他两个人就不能参加 航模 所以就在他们 两个人 这些块 打个 一样 很差 嗯 继续 继续 好 帮妈说 那 淘气又怎么样 淘气又不喜欢 又不是 又不是 电脑小组门 就在这块 打个 嗯 那 笑笑不喜欢 是足球 就在这块 打个 嗯 那 那 他 潮气 那他 潮气这个 电脑和航模 都没参加 他只能参加 独球小组 而 笑笑 没参加 独球和 航模小组 他就只能参加 他说的对吗 对 对 这个图 显得了 用列表格的办法 把复杂的讯息 变得简单 好 谢谢你们图的分享 还有没有图有不同的 有吗 没有 没有了 好 那也就是说 他们分享的结果你们同意吗 嗯 同意 那在我们刚才分享的过程中 我感谢大家都找到了同一条信息 哪一条信息 是你推理的出发点 你懂吗 其次说我喜欢航模 其次说我喜欢航模 是这句话吗 是 这句话呀 是我们推理中间的重要信息 重要的线索 这就是柯南要交给你的第二招 抓住关键信息来寻找线索 总结一下大家刚才的推理办法 有的左用了连线 有的左用了表格 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这也做了准备 用表格 用连线的办法 因为 其次喜欢航模 所以我们能确定 其次一定参加的是 航模 嗯 那其次参加航模小组呢 其他两个人就不能 参加 而陶琪又说他没有参加 参加 所以陶琪参加的是 小组 接下来笑小就是能参加 参加 参加 对了 非常好 那么我们来看 我这里呢 也有表格 跟刚才大家写的是一样的 我把刚才那个都说的 我们 我跟他们图写的是不是正好 有点不太一样 观察一下 是有点不太一样吗 是 我用橫行表示的是 兴趣小组 用数列表示的是 兴趣小组 兴趣小组 人的性命 那每个人和一个兴趣小组 都有一个交叉格 因为其次喜欢航模 对吗 所以 我们就在 其次和航模交叉的格子里 打一个 哦 他打一个对购 那他参加了航模就不可能参加 组织小组 嗯 足球和电脑 是这样做的 接着看笑小 因为笑小不喜欢踢足球 所以 他不会参加足球 是吧 那因为其次已经参加过航模了 笑小也 不能再参加航模了 所以他参加的一定是 电脑 电脑小组 再看淘气 淘气没有参加什么 电脑小组 电脑小组 而航模又被 参加了 参加了 所以他 也不可能参加 也不可能参加 所以淘气只可能参加 足球 对了 这个表格的 画的过程 看到了吗 看到了 这个呀 也就是柯南要交给你的第三招 借助表格来整理信心 可以使它更 简单 那你们呀 找到了每个人的兴趣小组 接着 请你来看 我们这里 有很多的飞机模型 要把它们 放在 对面的位置上 能把飞机放进去吗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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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不是都教你们推理办法了吗 不是 没有 没有 没告诉线索是吗 没告诉线索是吗 只告诉了有 就驾的飞机 需要线索吗 需要 好了 线索完了 根据这里的几条线索 你们能把飞机放到对应的位置里吗 有想法了吗 有了 和你的小组成员交流一下 也可以把你们的节目继续记录在我们的学习站上 我的家里有很多 但他们也有这些 但是他们也有这些 他们也有很多 沒有架表演 沒有架表演 過去然只有他的 tId便建 今天 Н disrespectful 低 tempo 畢竟 應該在乎 我們在甚麼時候 什麼叫做 運氣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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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只是一个图片 很简单的 你看他们的活动 对对对 那个拉伸设计 对啊 拉伸设计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好 再注意看 所以 在车号上 等于在车号上 所以车号是个二号 车号是三号 因为下角号不在这上面 所以在这下面 所以在车号下 对 行思号没有放在照样后旁边 所以其次方式6號 女生在校小號 所以校小號在右邊的最上 也就是幾號 4號 大家同意 同意 同意二者的結果 你們是不是也是這樣判斷的 對 跟我要問了你們在櫃裡的時候 找到的關鍵信息是哪句話 校長 校長 在最上位一排的 和 和 然後找到的是哪句信息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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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派大门 侦探们,掌握信息了吗? 掌握了 掌握了 案件发生在 11.18 罪犯是 赵首投离现场 赵首投离现场的 在空地 布朗 埃德路三人中有一人是罪犯 哪一位偵探告訴我們,誰是誰? 沒有線索,警方調查的還不夠是嗎? 是 警方繼續調查,又得到了這樣的線索 夠嗎? 夠 還不夠,還不能確定是吧? 是 要再來一趟 有可能 有可能 但還是不能確定 那我再給你一趟機器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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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能確定嗎? 好 能確定 那誰來說說你認爲最凡是誰? 解肥是誰? 人家好 你認爲是夠了 是嗎? 是 你們同意這位偵探的想法嗎? 同意 那誰幫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不是艾倫? 是 瓜天茫 因為案件發生時間是五月十二時 但是艾倫上夜班從十點到早晨六點 所以不可能是艾倫 也就是説她沒有錯案的 十點 慢了 為什麼不是亨利? 為什麼不是亨利 我劫肥是开车逃进了,公里不会开车,所以他不可能选拔。 对,这两个人应该说得真好啊,那我们确定了,贱贼是谁啊? 布朗。 对了,贱贼还真的就是布朗。 警方插住了布朗,可是布朗说,他还有一个同伙儿,叫吉姆。 吉姆呢,带着夜明风早就已经潜逃了。 他现在就藏在一家只有五个房间的小屋馆里。 请你们根据布朗提供的吉姆的特征,还有吉姆图园的描述,找出吉姆藏身的房间。 女性在同伙儿它们。 约会银椅。 中文字幕 李宗盛